喝点牛奶吧 喝点牛奶吧 我已经把你的电脑拿去给专门的人绣了 到底是谁在搞鬼 很快就能查出来 谢谢 傻瓜 信我干什么 这不光是你和韩爽的事情 同时也是马克的事情 但是我答应他会替他查清楚的 我以前觉得 我是一个实际上最幸福的人 有爱我的爸爸妈妈 有我最最爱的姐妹 还有一个那么好的男朋友 简直太完美了 我从梦都能想想 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有一天 这些东西都会离开我 甚至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小蕾突然就搬走了 我跟韩爽也吵翻了 就连大彪姐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我最好的朋友 我最好的朋友 突然间全都离开我了 不会的 我一直在你身边 可是 我跟他们分开了 好像比失恋还要难受 那是因为你这种感情 以前 我妈每次劝我回岸山 就会跟我说 小城市好 小城市节奏慢 十年前是邻居 十年后还是邻居 亲戚朋友都可以在一起 不像大城市 昨天还亲密无间 今天就全都分到扬镳了 那时候我就想 没事 反正我还有韩爽他们呢 我还是中了大城市的魔咒 我还是中了大城市的魔咒 在这里啊 我们每天认识太多人 发生太多事了 我还是中了大城市的魔咒 在这里啊 我们每天认识太多人 发生太多事了 你还在这儿 不会的 至少我们不会 无论这个城市的节奏 有多么快 只要我尽情抓住你的手 我们就不会走散 真的啊 当然是真的了 当然是真的了 没有人能将我们分开 你和韩爽之间的误会 也会成亲 你们俩最容易 我已经不能安排回上面 都能不能安排回头 你们不能安排不满 自己的氮汗 你能安排吗 你还能安排在哪儿 你安排在哪儿 所以你这个叶子 我已经安排了 但是它不容易安排了 你能安排吗 先收拾收拾吧 咱们今天有什么话 都汤凯来说 别憋在心里 真没什么事 对吧 夏颜 是啊 大表姐 我们没事 你别为我们担心了 爽 你记不记得第一次 带我们到这个房子来 你说了什么 过去那么久了 谁记得呀 你当时说 你花钱买下这个公寓 不是想要一个房子 是想给我们四个人 有一个堡垒 开心的时候在里面笑 难过的时候在里面哭 想疯的时候 就在里面撒野打滚 不管那个人做什么 另外三个人一定会陪着的 我还记得 当时小蕾说 和满地打滚的就他一个 当时我们第一天帮进来的时候 夏颜还去买了个瑜伽垫 她说想让你尽情地滚个够 滚够了 还疼吗 还疼吗 小手术而已 如果要说疼的话 可能 是今天 开门的一瞬间 看到咱们的堡垒 变成那个样子 对不起 我的错 真心的吗 当然是真心了 不管怎么样 我不该砸我们的家 那件事情我还没有解释清楚 不用解释了 谁对我闹情绪的时候 过了 沈儿 认识你那么长时间 你从来都不会委屈自己 如果你真的认为这件事情 是夏颜干的 你会咽下举口气吗 人都是会变的 我现在也可以做到很多 我以前做不到的事 我说过我会为了朋友两肋插刀 就算我真的被插了两刀 我也可以为了你们拔出来 你放心 我不会再和夏颜言吵架了 和你的事比起来 这些都是狗屁打的事 但这件事情不能这么结束了 对啊 你如果我心里变得难受 我都说了过了 为什么你们都要逼我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才是你吗 想说就说 是你让我说的 说 夏颜 你太过分了 我去找许诚意没告诉你 是我的不对 你可以骂我 你可以跟我吵架 你过来跟我打架都行啊 你干吗瞒着我干这种事啊 我真想不明白 你是想来教训我啊 还是你觉得 结不结这个婚 对我来说无所谓啊 我知道我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我没那么坏 我只是随着性子 做我自己喜欢的事 我敢做我也敢认啊 可能毕竟是我的婚礼啊 我实话实说了 现在当了大表姐和小蕾的面 我不会给他们添麻烦 但是我和你不是朋友了 我们保持礼貌就好 你说完了 说完了 那我说两句 你说啊 没人难受你 那段视频不是我放的 我在你电脑里都看到了 昨天我找许诚意 帮我修复了电脑 确实 我电脑里是有那段视频 那你还要说什么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既然黑客能入侵SG的系统 那他也一定能入侵我的电脑 既然黑客可以删除东西 那他一定也能写入 原本没有的东西 我知道黑客很厉害 但我又没得罪他们 这我就不知道了 你还能够看他 不过你可以看看这个 你给我 这上面显示的 是那段视频写入我电脑的时间 是在你的婚礼之后 我知道 你可能怀疑我造假 但是韩爽 你是真心觉得 我会在你的婚礼上 做那种事吗 是谁告诉你 夏言有这个视频的 我调查了一下 所有登陆你账号的 IP地址 你看看有没有 什么奇怪的地方 说不定可以找 除幕后黑手 我要去找他 来 你又想去干什么 他到底跟你怎么说的呀 他说 他帮我查到了IP地址 媒体夏言 没有啊 他还说这个IP地址 都是我自己登陆的 可我没有在这个家里 用过电脑登陆啊 可能凌薇只是想帮忙吧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出幕后黑手 真的不是你 不是我